好主席还有各位委员 那我是对我们今天 我们这个召开这一次的程序委员会 那如果根据我们的议事规则 第十六条来讲 我们这会议的召开应该是要在两天前通知 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会议来讲 是到今天早上十点九点五十八分 我才收到我们这个开会通知 那这一个我想这一点是不是说 请我们主席是不是先理清一下 那第二点的话 我的那个疑力来讲 是刚才是陈委员是说 要把所有的案子都撤下 只有留下那个监委的复议案是 OK好 那我个人认为说 我们这一个复议案来讲 是不是既然不是我们一开始 我们国民党当时我们临时 因为根据我们的组织规程第六条的话 我们是临时会是只有就 这个排定的特定四项才进行审议 那我们这个的话在当时 国民党提的二十六项里面来讲 并没有包括这一项 那我们可不可以 是不是请主席等一下就处理一下 或回应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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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